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是心圆性的 它并不是肾性的水种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相关性的一个水种 比如说是这种粘因性的水种 甲状腺功能减退 它会引起一个水种 而我们肾性的水种 它怎么和其他一些病因引起的水种来进行鉴别呢 肾性水种 它主要表现为一个大量的蛋白尿 它其实还是由于蛋白尿丢失血中的白蛋白 从而造成的一个肾性的水种 那就是它的肾性的水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